我有一次打车 当时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一上车 是一个马来人 他上来就跟我讲福建话 福建话我听不懂 告诉他 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说 他说中国人听不懂福建话吗 他说在我们新加坡 我们讲福建话 大部分人都能听得懂 他当时给我讲福建话以后 我说不懂 他马上就改口了 开始跟我讲这个英语 作为我们自己的语言 虽然是一个方言 但是没有你们讲的好 而恰恰也通过这样一种交流互动 推动了他这个不同族群之间 交往 交流 交融 增进了这种 这个不同族群之间的 这种族群关系 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 最为典型的国家 国土面积小 有着多元的族群 和复杂的地缘环境 但是却又形成了 与其体量所不相称的 为世界瞩目的小邦大志 其社会的意志性 各族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以及交往 交流 交融的有序性等 都是这个多元族群社会 治理进程的生动呈现 近日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范蕾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解读 现在新加坡呢 基本上是从1819年 新加坡这个开步 作为东西方交汇点的这样一个新加坡 就迎来了来自于世界各地 大量的移民的涌入 就把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呢 改革一个叫CMIO 就是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和其他族裔 政策的这种制定 还有这个制度的这种建构 消除了原来存在于这个 不同族群之间的这种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矛盾啊 张力啊等等这些 打造出了新加坡民族共同体 这样一个多彩多元的这样一个底色 新加坡通过软性的宏观政策引领 推动了族群和谐的实现 依托硬性的具体制度保障 塑造了多元共融的治理模式 同时借助儒学价值观 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建立 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 纳入国家价值体系 当时的时候会选定儒学 并且呢推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 推动这个儒学复兴运动呢 也是源自于因为当时 新加坡整个社会 受到了这个来自于西方的文化 和思想等各方面的这种冲击 所以呢新加坡政府 也希望确定一个国家意识形态 然后呢来重塑新加坡的这种价值观 儒学呢就作为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这样的一个经典思想呢 被处取出来 当时特别邀请了像余英石啊 多一鸣啊 雄介等等这些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到访新加坡 论证这个儒学 对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意义 所以如果要说儒学价值 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的这个地位呢 我们不妨把它称作是 在这个特定的时期 以李光耀为代表的 人民行政党政府 选定了一个塑造 共同价值体系的一块敲门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